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Immelie Cafe的孫子市發 今天有我Elise和Ricky在這裡 跟大家講解一下大市的走勢 先講一下今天的大市 港股方面,今早就輕微高開了 其實昨天港股都很上力,升了五百點 上升到兩萬八千八這個水平 昨天美股就比較低一點 看到道指微微收跌 納指都繼續強勢 一度突破了一萬四千三百點這個關口 再創歷史新高 還有昨天,當地都看著一些經濟數據 但就看到出爐的數據都有少許慘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些原因 看到今天港股的走勢 保持著很淡真詞的格局 今早一度逼近兩萬九千點這個位置 最多升176點 最終收市就報28,882點 升65點,0.2% 其實現在都六月底了 未來下個星期或下半年有甚麼正經事件 大家都要留意下 都有機會左右的港股 究竟升定會下跌呢 先說一下加息的問題 因為昨天也看到聯儲局那邊 之前就 就是鮑威爾放甲 但其實很多美聯儲官員 昨晚有兩個主席出來的 即是重量級主席 達拉斯聯儲主席 以及亞特蘭大聯儲主席 都出來說 其實下年都要加息 其實見到美國方面在加息時應時甲 看到這個狀況 都會令到市場都比較波動 或者都比較驚驚青青 都不知道去哪裏走好的局面 Ricky怎樣看這個情況 其實我們前幾集也有提及過這個問題 對 上一集也提及過了 上一集剛剛新鮮出熱 新鮮出爐 就是聯儲局的議式聲明 以至百位已剛見而記者 上星期四 上星期四的時候 其實是偏英的 聲明偏英 特別是點陣頭 以至預測偏英 這些都過去了幾天 我們I Money的雜誌已經有提及過了 這幾天也提及過了 總而言 上星期聲明 點陣頭偏英 但是鮮威爾在記者會 又放隔 因為應對隔 記者已經覺得很混亂 很不確定 你剛才提及過了 鮮威爾 今星期二出來 在國會說話 又是放隔 他的另一個 就是紐約聯儲銀行 都叫做三大巨頭 紐約聯儲銀行 就是三大巨頭之一 爆的東西當然是其一 又是放隔 但是昨天你剛提及了 又出來放隔 其實之前一天 有一個布拉德 都是一個 姓陸易斯 很出名的地區行長 他又放隔 所以換言之其實 都挺吵架的 整個聯儲局 又鷹又隔 究竟會怎樣搞呢 真的 投資者都比較有頭痕 因為顯然局內兩方意見 市場呢 到這一刻 投資者可能 有些像我今期 阿曼尼的編姐說的情況 就是 好像面對美食那樣的人 就是入市都不入市 面對美食 吃呢 就怕會肥 就是怕會輸 因為現在 有時夾了一條鷹 也挺頭痕 但是不吃呢 不入市呢 怕它會升 就會後悔 這個情況 其實是挺貼近 現在的情況 因為 你突然有幾個巨頭 就是放隔 但是其他人 放鷹 那究竟 怎樣搞呢 所以 投資者現在暫時 市場 就相 就是站在 阿曼尼那邊 就覺得 短期內 就仍是 向好的 這個包括什麼呢 包括既是 有名有姓 自己跳出來講的 譬如 Derek Tapper 與此同時 基金經理調查 他不用開名 說自己的意見 他也是傾向 站在一旁 我覺得對股市仍然離開 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 互相 其實 以前 總之來說 交易邏輯 以後 怕通脹 現在轉為 一個博弈 就是聯儲那邊 如何博弈 市場是怎樣 就著通脹 加息預期 如何博弈 總之來說 比較麻煩 這個形勢 就令到 整個大市 甚至說 向上 衝上去的力 恩爵 這個不確定性 又不是很大 那怎麼做呢 就是 怕後悔怎麼做 就是 找一些 從 有消息推動 特別利好玩法 就 寄進去買 比如昨天 看到的情況 已經是這樣的 昨天更加明顯 昨天升500多點 但是發覺 很多 比較重磅的 藍籌 他的升幅是跟不上的事 反而有消息推動的 就白銀花精衝上去 特別是吉利 昨天 哇 升到紅 近來有很多消息 新能源車 或者汽車業 有很多消息 昨天也有兩三個消息 又說台積電 將來供應芯片 首先供應給汽車業 這個已經是對汽車業而言 是一個莫大的刺激狀 因為之前 決心 決心 就是汽車業的其中一個 被視為首當其衝的玩法 現在台積電 首先供應給他 已經刺激了 所以 現在的玩法就是這樣 一直都是 它是不同的玩法 這是很選擇性的玩法 所以 以剛才來說 美股昨天是邊遠 講對了一半 道指就是邊遠 但是納指不是 納指是重新高 當然 見了高位之後 回到一點 它都不是升得很強勁 剛才剛才說 我正說 在這樣的不確定性之下 你很強勁的升幅 起碼整個市來講 就難過別股份 就還有機會接負它的原因 所以出現了這樣的狀況 相信接下來都是這樣玩 玩來玩去 個別性 有消息推動 就橫行衝出去 比如剛才你說的汽車業 另一個就說 又有汽車股來香港上市 就是中國的小鵬 又有消息推動 所以令到汽車股 起碼昨天就升得很厲害 其實汽車股真的都不差 跳出來講一下這個版塊 因為其實很多業內人士都預計過 這個困擾行業 一直都是講晶片這個問題 之前整個版塊這樣插進去 都是講這件事 其實下半年有機會可以緩解到 還有見到其實 老實說 那些行業數據 賣車的數字 你經常都說短缺短缺 但其實新能源汽車數字 保持著賣得很好 所以其實也看到 還有內地國策有支持 那些車企也繼續佈局在新能源 搞很多動作 其實這個版塊 應該後市的吸引力也不錯 還有見到今天 吉利有一點點回肚 因為昨天也升得幾多下 加上比亞迪也有一點點回肚 但是長期也繼續靠穩 還有其實很多大行都有報告去產這幾隻股份 如果相信在這個汽車芯片短缺的問題 有機會可以解決 未來的下半年 這個版塊是否可以趁機上車 或者裡面選哪一隻會比較好 整個版塊來說 應該是長線仍然是向上 應該是趨勢所做 原因一來 之前我在一個節目也提過 根據證券行之類 估計接下來新能源汽車行業 市值都可能去到三四十萬億美元 只要可以很大 所以反映市場人士 證券界對新能源汽車行業 其實已經早已有看好的態度 加上過去兩個月 另一個推銷新能源汽車的人物出現了 這個很重要 他出現時說話 其實對某程度 現在普遍認為確認新能源汽車是很重要的 那位一人流行的是美國總統拜登 這位叔叔還是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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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